好 如果可以看到 一輛外送機車停在路邊 車頭燃起了熊熊烈火 警笛聲大作 外送員正在送餐當中 在旁邊來回舵步大聲呼救 先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9號晚上6點多 南投這名外送員剛取完餐 要從市區往市郊送餐 沒想到離開店家不到1公里 機車就在南投看守所旁邊燒了起來 羅姓外送員手機也被燒掉 路人看見趕快跑到100公尺外 正在處理另一個小火警的消防車 請求協助 而南投消防分隊也立刻轉往現場 幸好在灑水灌救之後 迅速撲滅了火事 而外送員也在一旁 搶救外送的商品 消防研判老機車是有車頭部分起火 疑似是電線短路引起 所幸火燒機車並沒有人員傷亡 而機車的維修業者說 從車頭燒起來 可能是因為整流器的負荷量過大 也就是說舊車或低階車款 沒有做電源供應給手機充電 外送員依賴手機充電多 可能自行組裝造成負荷量過大 但其火原因人帶消防調查 以上現場最新將時間鏡頭交換口內 PART 2的電動用 12月12號起跟著中天走 掰了52台 立刻訂閱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玩轉悶急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 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 守護台灣 刷一排 加一